今天跟Luca又进入到这个回顾片 因为自从我们上一集 讲到奥斯卡班的最好的女主角 讲了回顾之后 蛮多网友们给我们留言敲碗 说接下来要讲哪一个奖项 但是因为其实我觉得 如果光讲演员的话 怕讲到开花 因为大家的见解可能会比较分歧 所以我们还是回到最终 就是电影作品本身 所以我们现在各自列了几个 我觉得历届以来 颁得最好的最佳影片 然后Luca有看了一个方外篇 就是国际影片 所以现在我们各自来点名一下 这些作品 如果你还没有看过的话 真的非常的鼓励你们 可以在各大串流平台 去付费观赏 绝对会让你非常非常的满足 看了血脉喷脏 完全不会让你失望 比如说像麦嫂现在讲的第一步 我觉得真是 颁得超级好的是什么 美国新玫瑰琴 真的我是逢人就讲 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为什么这部电影会让我这么的激赏呢 第一 它是有非常划时代的贡献呢 你要想说那个当年 得奖的时候是2000年 那个时候其实距今现在20多年 那时候还算是保守的时候 大家知道那时候总统是谁 那时候美国总统是小布希 共和党 大家知道共和党其实就是保守吗 那时候是conservative 然后再加上他讲的那个情节 哦真的很匪夷所思哦 所以如果有看过的应该知道 你们心中片单应该都有列入这部片 当年呢 在制作的阶段的时候是非常隐秘的 因为这个剧情有点害人听闻 不但有恋童癖 有同志 有家暴 还有校园霸凌 那甚至于呢 还有那种街坊 零机之间一些什么小道八卦什么的 所以从一个小镇建为支柱 可以看到当今的美国 那尤其是这个片名还这么屌 叫American Beauty 就是美国新玫瑰琴 但是呢 偏偏导演又不是美国人 可是呢 他轻一色用了这些美国演员 哦到最后呢 全部都是算是大翻身 尤其是当年又让这个Kevin Spacey 拿到了一座影帝 大家知道其实Kevin Spacey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演员 但是就是在五年前 因为MeToo事件就被打翻了嘛 尤其他那个时候 锦罗米古一直在更新的纸牌物 我个人是超级爱看的 结果被搞成这个样子 但是他当年 美国新玫瑰琴 这演技真的是超级大突破 尤其是他扮演这个主人翁 明明是个鲁蛇 可是又要假装自己是男子汉 然后呢又是一个色胚 然后盯上了自己女儿的高中同学 然后这高中同学 明明就是一个清纯 啊没有啊 又假装自己是浪女 啊结果呢 不小心要擦枪走火的时候呢 他就直接跟她说 其实我还是一个处女呢 当场把这个阿拔 吓得都仰尾收回去了 但是呢 他只有一银 这个小女生没有下手 但是同时之间呢 他那个非常淫荡的老婆 就是安奈特班尼饰演的 当年也是影后呼声非常的高 其实呢就正在 非常火辣的 跟他的防众业的主管在偷情 所以在眼皮底下 发生那么多恐怖的事情 而且呢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他的邻居 不停的在意淫他 为什么 其实他邻居是个同志 但是呢 他恨铁不成钢 一直误会他的儿子是个娘娘腔 哦 就经常对他暴力相向 所以这整个电影呢 就是会有那么多 你知道吗 非常复杂 环环相扣 可是本身 这拍起来就是很好看 所以呢 我今天讲到这部片 我就是很血脉喷脏 就觉得这部电 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年纪 真的要进去电影院里面看 你一定会有不一样的感想 而且我是 每隔几年 再会拿出来重温一下 尤其当年这个导演 山姆曼德斯 他年纪其实非常的轻 就我刚好提到 他是英国人嘛 那后来 就是因为他 这个电影 拿到了最佳导演之后 他就取了那个凯特温斯雷 凯特温斯雷那时候就是 1995年演了《铁达尼昊》之后 就红到如日中天嘛 所以后来他就取了他 不过这个婚姻 短短没有几年 最后就是因为 山姆曼德斯出轨就离婚了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呢 麦嫂第一部要推就是他 绝对不会让你失望 ok 接下来换路卡 之前我们在对这一个单元的时候 其实我就有在跟麦嫂讲 就说我为什么会开那个番外片呢 就是因为我心里喜欢的 奥斯卡最佳影片还真少耶 因为我去看了那个最佳影片的片单 然后我发现我其实都比较喜欢 遗珠之汉 那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 我今天要讲的这部 其实算是对我意义蛮深刻的 那我也在节目里头 常常提到这部片子 因为我觉得这部片子是 我记得那个时候 我们大家去看的时候 一群人去看的时候 然后看完了之后 很多人的意见是说 这个是奥斯卡最佳影片啊 一点那种感觉都没有 觉得他没有那种架势 然后我就在旁边听 我就偷偷的觉得说 怎么会这样 心里有点受伤 因为我真的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这部电影就是金爆焦点 那它是2015年的最佳影片 我真的很喜欢这部电影 它是在讲那个时候 这个波士顿地区 由他们这个波士顿环球报 他们有一个 Spotlight的这个小组 那他们呢 就是是一个专门做 这个专题报道的一个小组 那他们有一天就是 等于说是接获了线报 神父性侵事件 那他们呢 深挖下去才发现说 这个水简直是太深了 那个这个一挖下去 就是非常的错综复杂 它整个的电影 就在讲他们调查的过程 那你调查了出来之后呢 你即使已经是罪证确凿 有那些证据的 但是你还是不能打草金蛇 因为呢 在这个波士顿地区 天主教会是一个 多么庞大的一个存在 那没有人 想要跟这个天主教会做对的 所以他们呢 还把这个题目揣了很久 然后到最后呢 就决定一发致命 那这个过程是非常精彩的 在这个过程里头 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 教会 他们是多么的腐败 可是他们的那个腐败呢 是 就是说 他其实中间 可能不牵涉钱或什么的 但是他们必须维持住 他们的一个尊严 所以以至于就是说 他们其实早就已经 知道这个现象 那甚至呢 我们到后来就知道说 世界各地 都有这样子的一个 教会 神父性侵 小朋友的一个丑闻 但他们的处理方法就是 把他调到别的教区去 就是用轮值的方法 那所以 变成说这个 SPA-LINE小组 他们要去深挖 非常多的资料 他们要做非常多的资料通证 那甚至可能不是 只有博士顿地区 他们要去找其他地方的 所以到最后呢 调查出来 是 全美国 其实都有这种问题 然后呢 甚至是可能 全世界都有这样子的问题 那所以 我最欣赏他的一点 就是在于说 他这个中间抽丝剥茧的 这个过程 他演得非常的仔细 而且他也是非常刻意的 冷静处理 那你可以看到 就是说 这个电影里头 不是说没有那种 让人心绪澎湃的地方 但是他都尽量 不去做很煽情的处理 那比如说像说 他们调查到后来 然后就发现说 原来这个 会性侵的神父 就住在 同一个社区里头 导致于就是说 这个很虔诚的信徒 可能大家 街坊的运营 都是很虔诚的信徒 可是从此之后上教会 那个眼光完全都不一样 然后你会特地的去避开 这些神父 退休的神父居住的地方 因为你心里已经知道 他是一个 恋童癖的犯人了 那所以就是这种 生活上面的恐惧 我觉得他那个 做得非常好 那再来就是说 我觉得他非常的 让你很如实的 看到那个调查的过程 而这件事情呢 在现在这个网络媒体 非常发达的时代 那其实实体的报社 一家一家的官 的这个状态之下 其实我们已经很难 复制这样子的案件了 就是还有谁能比 地方性的报纸 更能写出 植地有生的专题内容 调查报导 其实这件事情 已经越来越困难的 那实际上 这个波士顿环球报呢 他其实这个报纸 他也是面临到 经营上面的危机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意义上面 我觉得都非常值得 大家去看 看他们那个 调查的过程 他们是如何的克制 然后但是又 把这个媒体的责任 时时刻刻地 放在身上 我觉得他们那种努力 是我就非常感动的 那而且这件事情呢 现在已经 越来越视为了 所以我觉得 所有的人都应该要去看 这样子的一个 旧时代的媒体人的 一个精神展现 接下来又换到麦嫂了 麦嫂要推了第二部片 应该很多人一听到 这会儿开始尖叫 就是平民百万富翁 当年真的是爱死这部电影 这导演是丹尼鲍伊 拆火车又是一个英国导演 为什么会提这部片呢 就是你看那个 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怎么会一部这样子的电影 而且是在讲印度 然后再加上 因为这两个演员 其实真的不是印度人 他们最后 其实都已经移民到欧美国家 但是他就是重回 印度这个平民窟 然后再加上 他深入了当地的风土民情 演出那个 悲喜交欢的人生 那时候我当年 感受到那个音乐 还有演员 再加上那个场景 然后运进 然后我真是爱死这部电影 那这个故事 其实蛮多人看过了 因为当年票房 在台湾真是超级的好 剧情其实也不太复杂 就是在讲一个 平民出生的小男孩 然后他就是因缘际会 跟他的哥哥 两个人一路闯荡 从平民窟 一路过关斩将 然后非常艰难的成长过来 因为他们的妈妈 当年就是因为 刚好遇到印度的一个宗教暴乱 然后就死在暴徒之手 这样 所以就等于他们两个 变成小孤儿 但知道其实在印度 是有非常多孤儿的 甚至于他有个集团 会故意把孤儿弄成残障 无论是挖眼睛的 或是去手脚的也好 就是让他们上街乞讨 当小偷 但是呢 索性就是这个主角贾默 他并没有遇到 那么悲惨的遭遇 所以算是借由他的机制 还有他哥哥的英勇的捍卫 所以他们两个 就会跑去太基马哈林 去那边骗观光客 要不然就偷观光客的财物 这样偷拐强骗 所以是没有受过教育的 可是后来呢 就是因为他们 亲美竹马的小女孩 叫拉提卡 他爱上她之后呢 就觉得再怎么样了 他的一路过程 一定要去跟着拉提卡 一路长大 结果呢 没有想到就是 拉提卡的意外 被黑帮绑去做女人 所以为了要救出拉提卡 他知道拉提卡 非常喜欢看印度的一个机制 问答节目 就是叫百万富翁 所以他就去报名参加 可是呢 这个百万富翁的节目 的题目非常的难 所以以一个 没有受过教育的平民 怎么有办法 一路达到最后一题呢 然后最后中间呢 甚至于还节目中断 警察都来了 就把这个贾默 带去审讯室 问他说 为什么你知道这些答案 所以这个电影好看的地方 就是有点那种古今穿插 然后看到贾默 为什么有办法了解 因为这些题目 他从小历程当中 都有经历过 所以对他来说呢 就是非常的历历在目 这样子 所以他才有办法 一路达到最后 就夺得这百万大奖 然后最后取得美人归 所以是有点浪漫 有点 要怎么讲呢 像麦嫂是不太喜欢看爱情电影 可是为什么我会喜欢他 就是第一 因为我很喜欢宝莱坞片 然后第二呢 因为我对印度 是非常有向往的 所以当年这部电影上映之后 我哥年就去报名 参加印度的旅行团 然后呢 一路上我就跟我的导游 一直在讲说 我多喜欢这部片 Stumped Up Millionaire 然后他说他自己本身去戏 也看了非常多遍 虽然他知道是英国导演拍的 但他真的觉得拍得非常的好 那尤其是当年那些小孩子 很多真的是从贫民窟 找出来的演员 尤其是里面扮演 那个幼年时期 拉蒂卡 那个小女孩 父母真的差点把她卖掉 因为知道那印度女孩子的 境遇是很凄惨的 如果今天小时候没被杀死 有可能就是会变 同婚的牺牲者 然后不然可能就是 像我们之前讲的 木买女帝 要就卖去寄女户 所以那时候他爸 是差点把她卖掉了 而且还卖很贵 他说他是演过 奥斯卡名片的小女孩 那最后是被一对瑞典夫妻 看到了这流眼泪 然后花钱把她买下来 然后就现在移民到瑞典去了 然后就受了良好的教育 这样整个脱胎换骨 要不然我真的觉得 以印度的这种种姓资助 跟他们的当地的境遇 这个小孩如果不是 因为拍了这部电影之后 真的未来非常堪虑 所以这就是我第二部 要推的片 拼命百万富翁 不知道未来 还不会有这样的电影 好OK 我可以稍微讲一下 就是我觉得这部片 真的非常荒谬 就是说麦嫂 你也不听听看 你刚才讲什么 你说你喜欢宝莱 我又喜欢印度 可是这是一个 那个英国导演拍的 光是这件事情 就已经够特别了 就是说丹尼鲍伊 他到底是什么养成背景 你怎么有办法把 这个印度风情 处理得这么好 而且呢 其实也是从这部片子开始 就是我们在这个 主流的影坛里头 就越来越看到很多 这个南亚裔的面孔 包括像这部片子的 那个主角 那个Dave Patel 就是后来就越走越顺嘛 那他这个 最近这几年 都已经在演主角了 那也都演出一些 蛮重要的片子 所以我觉得 这个片子 这部片子真的很特别 那那个丹尼鲍伊 也因为这部片子 而得到这个最佳导演嘛 然后你去看他的那个片 你就会发现 这个人真的是一个 很妙的人 就是很怪的人 对 他的东西风格都不太一样 然后导致于 他居然拍了一部 白皮肤的人 然后拍了一部 宝莱坞风格的电影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特别 但是我有点好奇 就是印度人 到底是怎么想的 到底是觉得说 这个德道奥斯卡 任何很棒 还是觉得说 这是不是有文化挪用的问题 对 所以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这部片子 就是他把那个 宝莱坞那种非常通俗 好看热闹的那种氛围 带到主流的影坛里头 所以这部片子 当然是非常精彩 值得一看 因为其实我那时候 去的时候 我当然有问过嘛 因为大家知道 其实他们印度的导游 一定会是当地人 他说 其实因为 其实印度跟英国之间 有一些爱恨情仇 大家知道嘛 就曾经被殖民过 所以他们 宁可接受一个英国人来导 不要是美国人 他们讲法 我觉得好好笑哦 但是我觉得 真的很不错这部电影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 它是一部非常好看的作品 更不用讲里面的音乐 前无骨流后无来者 我要再强调这一句 OK 那再来下一部推荐电影 再交给Luka 因为其实我们看 这几年的 那个奥斯卡的趋势 可能不是只有 就是说寄生上流 一下子就席卷了 那个奥斯卡 在这之前 其实已经有一些蛛丝马迹 那那个也不得不说到 在这个寄生上流之前 就已经有一些国际影片 他们其实是得到 更普遍的认可的 而进到 比如说其他的奖项的 一个竞争里头 而不是只有 那个最佳国际影片 因为其实 以前啊 我小时候 在看那个奥斯卡的时候 我的印象就是说呢 外国的影片呢 通常都只会进 两个项目 一个就是最佳外语片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最佳电影配乐 比如说像什么 新天堂乐园这种的 感觉就是这是一个路数 然后呢 那个你能得到的奖项有限 那但是有一部片子 就打破了这个规则 这部片子就是美丽人生 那我觉得美丽人生 它其实也是 跟平民版 富翁有一点类似的 就是说你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子的电影 横空出世 它用一种 极度喜剧的手法 去讲一个 一个浩劫吧 那你如果去看这部电影 然后前面就是你知道 甜美的喜剧 这个男主角 跟这个太太相似的过程 然后生了一个小男孩 那生活不是很美好吗 但是呢 这个家庭是犹太家庭 然后呢 那个他也是跟小孩讲说 你们出去不要跟人家说 我们是犹太人 那但是该轮到的 总是会轮到 那他们有一天就是 还是不能免俗地 进了这个集中营 那你就看这个爸爸跟小孩 怎么样子去互动 这个爸爸如何的 用各种的方法 去减低这个小朋友 心中的恐惧 但是还是有让他 就是得到那个求生的技能 所以这部片子 那个时候在看的时候 哇真的是哭到 就是快要头痛了 所以就是 这是一部落差很大的片子 就是前面的时候 你就觉得好好笑哦 然后后面你就会觉得说 到底是要笑还是要哭 可能又笑又哭 可能不是像这个 Steven's People一样 他笑不出来 那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 那个时候 一直也是就是 提名了非常多项 那包括呢 最后他是得到这个 男主角的部分 那当然那个最佳外语片 应该也是有的 And the Oscar goes to Rober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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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画面大家可以上网去点哦 高兴地跳到椅子上踩过去 对 好可爱哦 而且是苏菲亚罗兰颁给他的耶 那时候应该已经知道是他的 为什么会刚好叫苏菲亚罗兰 对啊 就是他有一些传承的意义在啦 这个我觉得那个也是一个非常 非常有趣的一个部分 那不过呢 这部片子呢 他当然还是有一些争议在 包括那个我刚才有讲 就是说 不是只有Steven's People 其实有很多的这个 犹太大屠杀的这个后人 或者是说受难者本身 都对这部片子不能谅解 因为他们觉得说 这个是人间的最惨悲剧 你怎么可以用一个习剧的方式去呈现呢 你这样子是对这个议题不够严肃 那但是我觉得撇开这些争议来说 我觉得这还是一部非常值得一看的电影 不是在于说他讲的大屠杀 而是在于说 我们可以看到喜剧这个表演形式 他是他其实是没有限制的 他也可以拿来讲这个人间的悲剧 而且讲的非常的好 所以我觉得这这还是一部 我相信可能很多人都是在求学阶段 就已经有看过他了 因为他他应该算是一个 必看片单的里面的一部片子啦 所以我觉得搭配这个我们奥斯卡 最近这几年的趋势来说的话 我觉得其实国外 就是非英语国家 其实也有很多很好的片子 等待发掘 那我们过去可能都是习惯看 这个三大欧洲影展 来去选片 但是呢 这几年下来 奥斯卡其实也越来越开放了 那那个也越来越愿意 就是提名这些片子进入 可能不是只有国际影片的项目 可能是更进到这个BP最佳影片的 这个项目来竞逐 所以我觉得这个都是影迷之福 那我们这个有幸就是透过奥斯卡的筛选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就是 亚俗共赏的好电影 那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我是肯定这样子的一个方向的啦 接下来我也会再提一些 我觉得很不错的国际影片 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把时间交给麦萨 其实刚刚路卡在讲那个美丽人生的时候 我就说 这个人不是不喜欢看犹太大屠杀题材的 他竟然推这部片 我觉得真的很好笑 没有因为犹太人不开心 所以我就看 还是因为他是意大利电影 所以你才看 是什么原因 没有 其实我那个时候应该还没有 意识到那个以巴议题的时候啦 那个时候还很早嘛 然后所以我就看了 但是我看了之后呢 看到一些 比如说媒体上面的一些争端 争议 然后我才发现到说 哦原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那你如果说 看这几年下来的话 你就会发现 犹太人真的非常非常在意 历史诠释权的这件事情 好那我问你 这部片跟吐槽男孩 啾啾Rabbit 在比各自评价 因为他们一样都有喜剧成分在里面 你觉得两部片 各自优秀的地方在哪里 吐槽男孩有Sam Rockwell啊 太棒了 这就是他很棒的一个优点 那当然那个我觉得 导演本身 他去演那个希特勒这件事情 也是一个反转 因为我们都知道 他有犹太生 他有犹太血统嘛 然后又是一个深皮肤的毛利人 他这个人去演希特勒 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象征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是觉得说也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但是美丽人生 因为是在 在我很小的阶段 就看了一部电影 所以我觉得那个影响是无可抹灭的 所以这个也导致于说 为什么我后来会对于犹太人 他们对大屠杀议题的一些意见表达 我会特别的去关注 也就是因为这部片子的争议开始的 我要再继续讲下去嘛 因为其实我觉得 如果大家去看一些资料的话 就会发现犹太人 他们非常 他们非常不希望别人 你除非是犹太人后裔 或者是说你是犹太人受难者的家属 否则你如果来处理大屠杀这件事情 他们都会觉得你是不够资格的 然后还有包括就是说 如果有人去爬出历史的资料 然后发现呢 其实在这个大屠杀里头 也有很多的小螺丝丁 我们说平庸的邪恶 是由犹太人自己所担任的 这件事情其实犹太人整体来说 是不承认这样子的事情 他会觉得说 你休想说 犹太人在自己 屠杀自己的同胞里头 也占了一份 你休想说这个话 他们要把这个事情全部都怪在纳粹身上 那安妮法兰克的事件怎么办 现在说其实是被同胞出卖的 对 所以这个事情就是犹太人 他们会到处去反驳这种说法 这种类似说 犹太人自想产杀这种说法 他们会到处去反驳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的现象 但是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而已 我们都不是犹太人 我们没有办法去设身处地的想 他们到底是经过了 什么样子的一个过程 导致于他们今天有这种想法 那但是我觉得文化或历史 本身就是一个公开的东西 然后它是所有人的资产 所以我并不觉得 就是那个时候 这个罗贝托贝尼尼 他其实也有出面来辩驳 他其实是有犹太人的协同 他要一直讲这件事情 但是在我的观点来看 我觉得就算他没有犹太人的协同 他为什么不能讲一个犹太人的故事呢 我这点是我所不明白的 那如果说有听众愿意给我指教的话 我也是觉得非常的欢迎 但是我从这部电影之后 我就开始去思考这一个问题 所以我想那个 如果你要拿这两部片子来比的话 我当然还是会觉得说 美艺人生对我的思考影响是比较大的 接下来呢 麦嫂要推的 我心目中最优秀的奥斯卡最佳影片 其实这是第一集跟第二集 都有拿到最佳影片 所以我根本不知道选哪一集 但是我光讲到这边 资深影视应该都听出来 就是讲教父 为什么我要讲教父呢 因为这一阵子就是 重新剪接版的教父大结局 现在终于上了Netflix了 虽然说这个大结局是2020年 就已经推上荧幕了 但是因为台湾 我不知道为什么 研究教父的影迷真的不太多 我到现在看到 既然他已经上了Netflix 上架两个多礼拜 前十名都没有进去 所以我觉得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可是麦嫂刚好又是一个 非常喜欢教父的一个资深影迷 当年是我跟我的爸爸 还有我的表哥 去租那个教父录影带 都看到过期了 录影带店一直打来吹 但是我爸竟然很霸气的说 我们家还要看第三遍 不要再吹了 你就知道我们当年 有多迷这个教父 但其实那个情节 对小孩子来说 其实是看不太懂的 那时候我就是 看着大人们 看着教父的情节 在那边又哭又笑了 这样子 哇 真是很有意思 那为什么这个教父这么经典 到现在还那么多人传送 尤其是到今年的 奥斯卡颁奖典礼 又把这些老人家 几个巨头 又重新汇集在一起 哇 我真的感动到不行 这个未来 他们再相聚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其实他们之前 已经有合作过那个爱尔兰人 那因为柯波拉 不是爱尔兰人的导演 大家知道其实 那是爱尔兰人当初 要去汇集到这些主角的时候 也是经过一番讨论 是不是在双导演什么的 不过最后是没有 但是光是这几个 一次排开一线演员 那时候都是一时之选 尤其他们 其实都住在附近 就是意大利 那个纽约小意大利区 长大的一群演员们 然后那个时候呢 他们听说呢 要选到 艾尔帕奇诺演的时候 其实导演 柯波拉呢 是非常开心的 有艾尔帕奇诺 可是 偏偏偏上不认识他 但是帕奇诺 就是表现得非常的好 所以那个时候 其实唯一有被认可的 只有马隆·布莲德 然后马隆·布莲德 这个人呢 大家其实可以上网去查一下 他真的是一个 非常拽的人 就是他跟所有的人 都合不来 极度的臭屁 听说他当年 接到第一个要脚 欲望街车 跟费文力也是弄到 在戏院里面 不是 就在那个片场 要打起来 不过最后听说 费文力有跟他搞外遇 然后假戏真做 所以可以感觉得出来 这个当初教父在选角 跟这个在拍摄的过程 有多么血脉喷脏 那尤其是 这个小说家 马利欧·普索 他是边写 然后边要出版小说 然后边要改编成剧本 他根本没有人要理他 你知道吗 以这个意大利黑帮家族 然后又是那种 算是异国色彩 浓重的题材 尤其是几乎片中 所有的主角都在讲意大利文 谁要投资你啊 那时候是刚从电影学院 毕业的这个 科波拉这个疯子 就跟他说 我挺你了兄弟 因为他们其实是邻居 就说这样好了 无论如何 你写到哪里 你就是几个章节拿过来 我就是边改边拍的 就这样啦 然后呢 没有钱怎么办呢 就去地方乞讨 他说真的是开玩笑 到处募资 因为大家知道 意大利人很团结嘛 他们那个家族色彩很浓厚 就去跟那些婆婆妈妈 阿姨叔叔伯伯 去跟他们借钱啦 他说未来这个电影 如果拍成的话 用票房抽成来还钱 所以是这样子 边拍边筹资 然后马安班 都会经常给你出状况 因为他就是难搞 然后他又是里面 最大咖的演员 那怎么办 就大家都配合他嘛 那天照这个电影 哇 一推出之后 这极度轰动 然后紧接着 在两年后 推出的第二集 又更轰动了 然后更好玩的是 第一集跟第二集 都拿到最佳影片 这应该史上 应该也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到现在还是为人津津乐道 但是呢 这个教父第三集 这十几年后推出 就是很多人骂 就是说把这个 麦可柯里扬的死 写了这么轻描淡写 到底是发生什么事 然后听说是柯伯拉那时候 就是资金有限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那时候已经 算是功成名就都有了 为什么还会搞到 变成片商 给他意见那么多 最后就推出了一个版本 他不是很满意 然后终于在这个 慈慕之年的时候 他说我毕生愿望 一定要把教父第三集 重新剪接 所以终于在这个 2020年的时候 就推出了这个剪接版 就好看流畅很多 所以如果想看的人的话 真的很推荐 在Netflix上面看 那因为这个教父的细节 真的超级多 所以卢卡是建议我说 未来我们也可以找 另外一个对教父 颇有研究的一个大学教授 跟我一起来重新讲 这个教父三集 我真的非常的期待 因为其实那时候 看到蒲佐这个小说 在六年前 有翻译成中文版 麦少第一时间 就定来看了 你知道吗 真的他妈的有过难看了 我这样讲会不会太出鲁 可是那个小说 真的是乱七八糟 真的是不知所云 就是他每个章节跳来跳去 我根本不知道 你再瞎瞎小 你知道吗 所以是好在 最后真的这个电影 把他拍得非常好看 非常流畅 那个戏剧张力超级浓重的 我就觉得 哦 赞赞赞 是好在有这部电影 因为其实 蒲佐这个人 我觉得他那个小说 功力也不是说差 但是他掌握的那个 节奏就是怪怪的 所以我真的看小说 我完全没有感觉 可能是因为那个教父电影的印象 给我实在太深刻了 然后因为我当年非常的迷恋 爱尔巴西诺 我几乎所有部电影都有看 而且我觉得他就是 又帅又会演算 个子小小一只 但是就是存在感很够 你知道吗 就算他现在一大把年纪来 是这个样子 哦 我觉得这是迷人到不行 所以就是 麦嫂要推的 今天的最后一部电影 就是教父 一二集 然后第三集呢 导演剪接版 拜托 大家一定要去Netflix上面看 看完之后再来听 我们下一集的 教父三集大分析 谢谢 那我就再来提一部 这个国际影片 因为其实我觉得 在这个寄生上流之前 我想应该就是这部电影 其实是最接近 那个所谓的最佳影片的光环 那不过呢 很可惜 它有一些先天上面的限制 因为它是一部 串流媒体的电影 这部电影就是罗马 我刚才在看这个我的片单 然后我发现 我还真的是 逢死批驳就烦 因为我记得那个时候 罗马这个入围BP的时候呢 就是以死批驳为首 就有一些人就在讲说 为什么奥斯卡 要提这个串流的电影 这样不对啊 你串流的东西 你就是为了电视而拍的啊 那你就去投艾美奖就好了啊 你为什么要来投这个奥斯卡 言犹在尔啊 结果我们都知道 史蒂芬·史匹博后来也决定 跟Netflix的合作了 尤其是这个疫情时代啊 其实我们都没有想到 会有这样子一招 但是呢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所谓的串流电影 它其实走在时代的先端哦 我就要讲 就是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罗马这部电影 它其实对我来说 这个剧情并不是那么好进入的哦 啊不过呢 那个时候金马银展 有放了那个电影场 我还记得是 就西门国宾 然后我买的那个座位呢 是非常后面的哦 那场其实票非常的抢手 所以我就是只能抢到 那个边边角角的位置 不过呢 这样子已经足够了哦 我有在带荧幕上面看罗马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非常值得拿来炫耀的经验哦 那罗马这部片子呢 它虽然是一个用黑白的来拍摄 可是你还是可以看出 那个电影之美哦 我觉得那个就是它最厉害的地方 它还大胆的启用了 这个墨西哥原住民 来作为叙事的主角哦 虽然说那个阿芳索 他本人就是导演 他是一个白人 不过呢 他很想要用这部片子 来致敬他的墨西哥原住民的帮佣 所以他就拍了这个哦 等于是他的半自传 像是他小时候的一个回顾啊 他其实就是在讲说呢 这个女佣哦 就在这个可能是阿芳索的家里去帮佣 那反正就也没有什么生活太大的变化 哎可是呢 他后来透过朋友介绍 就认识了一个男朋友 然后也跟这个男朋友交往啊 然后甚至然后去看电影啊什么的 然后还有了这个爱的结晶哦 哎结果没想到呢 这个男的就跟他讲说 哦我要去革命啦 人就不见了 一听到有小孩然后就人就跑掉了 怎么办被抛弃了 那同一个时间呢 他的雇主就是阿芳索这一家人 这个妈妈呢 其实也面临到很类似的状况 就是爸爸常常说出差出差出差 然后结果到最后呢 他就干脆不回来了 因为他在外面已经有外遇 已经有别的家庭 不会再回来 等于是说呢 两个女生 然后守着这一家 那他们建立起了跨越种族的 跨越阶级的友谊哦 所以我觉得这个故事就是看到后来 真的是还蛮感动的 虽然他就只是黑白的 但是你可以完全的掌握他的细节 他的细节是非常非常丰富的哦 那甚至那个麦嫂也讲过嘛 就刷个地板也是好看到一个不行哦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就是真的很好看 那而且我觉得他在叙事上面是很有意义的哦 最近很多人就是讲说 贝尔法斯特就是讲英文的这个罗马嘛 但我觉得罗马其实比这个贝尔法斯特的叙事是更加深刻的哦 尤其是让我一个完全不熟墨西哥的人 然后会去了解到这个墨西哥这个历史的事件哦 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子是我是非常肯定的啦 而且就是说我们如果去看他这一年 他的这个竞争对手的话 就更觉得说对 其实串流第一次拿BP 实在不应该是这个扣打哦 越动新旋律哦 不过也还好 就是说阿芳索他那一年他还是有拿到导演 从这几年也开始有这样子的趋势 就是说以往可能在对最佳影片跟最佳导演 都是景象颁给同一族人 那后来这几年其实他越来越有这个分开给奖的一个趋势 也是很希望就是说寄生上流之后 仍然还有外语片可以拿到这个奥斯卡的最佳影片 因为我觉得水准上面绝对不输给好莱坞的电影 只是在于就是说好莱坞的人 这些投票的人 他的心胸有没有开阔 然后可能的他们的公关做的好不好 有没有办法追上这个寄生上流 那所以不管怎么样都是以迷之福 可以看到更多的不同语言的好电影 在不同的载剧上面 比如说串流平台也有好片 然后呢 这个电影院里头也有好片 我觉得这当然对于营迷来说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啦 刚刚其实我跟卢卡各自回顾 我就觉得还蛮多遗珠之汉 但是因为其实蛮多人敲碗 所以希望我们回顾配角片 回顾男主角片 我说哇真的太多猪烦不及被窄 不过陆陆续续 我们还是会再去整理一下我们官网看过 觉得蛮精彩的人事物 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们 如果你也要敲碗 甚至也帮我们列一下排行榜的话 欢迎留言 我们会一条一条的认真回复的 或是觉得我们的节目还不错呢 请在各大声音平台给我们一个五星评价 或是给我们一个小小的粮草 鼓励我们继续创作下去 那我们就下一次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